大家好 听说最近有一个消息 应该大家都听说过了 就是春超成立了专门的公司 以后春超的一些事情就有一个公司来管理 那么很多人都担心 春超以后会不会资本化 还有人形容资本是洪水猛兽 担心资本进入之后 原生态的东西会不见了消失了 春超以后会不会不那么纯粹了 我很明白大家的这种想法 因为过去太多的案例了 有一些好东西变得过于商业化 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就春超来说 如果要走得更长更远的话 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 因为你现在举办比赛 是地方的比赛对吧 可以靠村民自己筹款 可以靠热爱 可以靠情怀 但是如果你想做全国的比赛 以眼光更放长远 是吧 做全国的比赛 那肯定他付出的钱会更多 这肯定就会超出当地 普通人的一些正常的支出了 那如果要政府来做的话呢 政府他的钱也是有限的 对吧 他做了这一样 他也做不了另外一样 对不对 这一步还是 就是迟早都会来吧 拉一些必要的投资 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也是 永江当地部门的一个考虑的范围内吧 况且呢 现在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公司来管理 来运营的话 我觉得春超以后会越来越好 更加的多元化 节目更加的丰富 如果能够让村民们赚到钱 有一些切切实在的一些利益 他们也更加愿意的参与到春超当中去 对吧 表演的更加卖力 是吧 工作更加的认真 是啊 然后也更加愿意出主意 给春超出主意 对不对 这都需要一个过程了 非常需要 所以说呢 我觉得啊 资本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来的 它是一个中性词 利用的好的话呢 它是可以帮助你这个地方成长 快速成长起来的 但是如果不加以规范 它又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对不对 所以关键呢 就要看你怎么去规范 怎么样去定一些规矩 对吧 现在接待能力非常有限 对不对 而且呢 现在毕竟呢 这个球场确实也比较小 如果能够旷融的话 未来啊 如果能够旷融的话 会更加好 或者在文化方面呢 可能会建一些陈树 陈列馆啊 把春超发源地的这个招牌 永远留在熔江 那么肯定也会做一些文化宣传之类的一些工 一些工作 啊 那么这些都是资源 需要资源去投入的 那么我觉得呢 如果有个公司这样去运营 这样去管理 那这样的话会紧紧有条哈 他那会也会拉来一些赞助啊 对吧 拉来一些商业赞助 啊 让陈超 走得更远 更加的丰富多彩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各位喜闻乐见的吧 各位永江也喜闻乐见的吧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关注吧 看一下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监督者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亲历者 每个人都是监督者啊 有什么建议或意见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提出来 如果你们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我相信永江当地部门呢 也是可以广泛的接受意见的 上个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是吧 如果你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出来 好吧 那么我这一期视频说到这里 再见